上星期跟大家拍了我減卡回來的成果 有很多日子問究竟怎樣自己寄 首先我們上網搜尋BGS的網站 BECKETT 按進來的畫面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一開始應該是減球員卡為主 首先我們想要申請帳戶 我們可以去到右上角的登記 如果未有帳戶就申請 然後來到左上角的三條線 我們選擇這裡按Grading 然後我們在Submit這裡按Trading Cards 然後我們需要填你究竟想寄什麼卡 第一就是你下載自己的手填 我是選擇網上填的 到這個位置我們先選擇你究竟是否想選一些Gaming的卡 如果是的話就按Gaming 運輸方式我們選擇International Surface Term 這裡就可以選擇你究竟想要不要細分 如果你想要細分的話 即是我們有些至中、角、邊等細分的話 就會比較貴 價錢方面在上面這個 Surface & Pricing 這裡可以看到 按進去你會見到 現在Long Gaming或Gaming 都是同一個價格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 是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就是我們經濟套餐 現在暫時不能寄 如果你想寄的話 你就寄Standard 50元一張卡連細分 但是寄得BGS的話 我也是建議要細分 如果你想不要細分 我寧願寄PSA 又便宜一點 又快一點 最高級是250元一張卡 當然越貴 你寄出去 然後收回來的速度 就越快 所以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回到填表的位置 如果大家看不明白 可以按成翻譯中文 然後這裡寫 新報價值大約 比如打4000 然後運輸紀錄筆 雖然不知道它說什麼 速消代碼這些都是不用填的 譬如我們現在選擇Standard Gaming 按Submit 現在去到Step2 你就要選擇你 究竟要選擇什麼種類的卡 左邊會有一些比較大路的卡 如果你想選擇Pokemon卡 直接可以按這個 按數碼暴龍 你就按Ardas 這個比較麻煩 我們可以先看這個 設定名 輸入你的卡包 是什麼主題 譬如數碼暴龍 你又叫BT02 例如一張阿古獸 阿古蒙 然後我們按Search 通常它會沒有資料 因為這些是比較小人的 它寫No Record Found 卡號 譬如我的阿古獸是001 那就001 那它問你ZName 第幾單 就是BT02 然後叫什麼名字 阿古蒙 多少張 日象 然後你選BGS 然後我們按Save 好 那你就會看到你有一張卡 是呈交了 又或者 Pokemon的部分 例如我 Sun and Moon 然後可能找個比卡超 我們先看看有沒有 那你輸入了那個卡包名 還有一個怪的名字 你會看到我們下面會有些紀錄 就是別人之前有前面的人已經是呈交過的例子 那如果這張卡跟你寄相同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Tick 然後後面打回1字 你記一張就打1 你記兩張就打2 那這裡問你是不是簽名卡 Pokemon很少有簽名卡 那就不需要理他 那我們按Add Items 然後剛才你搜尋那張卡片的紀錄 就會直接進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剛才輸入BT02 然後阿古獸 其實很簡單 但實際上寄到回來 大家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我寄出去的黑戰鬥暴龍 奧米加獸 其實寫得很複雜 很詳盡 所以這個大概寫一下 告訴他 大概是什麼類的卡片 什麼遊戲卡片 就已經可以了 他到鑑定的時候 會幫你真正列回正確名稱 所以就算寫錯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你只要令到他可以找到你的卡 是哪一張就可以了 填好所有你想寄的卡 之後 我們去到Step3 按這個加號 然後輸入你的付款方式 按MAKE PAYMENT就可以了 那我當時其實沒有這一部分 之前我寄的時候 是需要填這個位置去填你的信用卡 但是由於他的網站有筆 不知道為什麼我怎樣填 他都說我填漏東西或者填錯東西 所以當時我是填不到這個信用卡 是寄到他那裡 並且等了大概九個月左右 半年一九個月左右 然後他準備開始減 他才是發電郵跟我說收錢 那現在改了這個位置輸入 那大家行不行就自己試 如果不行就不要緊 他會發電郵給你 那應該會在你填完Step3PAYMENT 那裡的位置 就可以下載你整張文件 下載之後 你就可以連同你的卡片拿去郵局寄 寄的時候記得去文具店 買一些波波紙 包好他 包多幾層 第一步就是我們首先去郵局 去買一個盒子 去裝著你包著的卡 大概一個這麼大的紙箱就可以了 那你下載下來的地方 應該會有郵寄地址 那你填到盒子外面 然後你由於是要記美國的關係 所以你要額外在郵局 會有一部機 郵局職員就會要求你去那部機 先申報你究竟寄些什麼去美國 因為美國可能比較嚴少少 你要是先填了一些東西 那在那部機 然後你就真正是做好所有的步驟 然後就去窗口交給你的盒子 然後你張文件 是要下載下來 放在盒子裡面 人家打開盒子 看到你張文件 才知道你究竟是哪個帳戶 那怎樣會有呢 全部是張文件 所以大致上的流程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就需要等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現在的標準 50元寄一張卡 我就不清楚要多久 那時候我寄 其實大家要預計三個月 在香港寄去美國 最後就分享大家 如何選擇卡 第一 一定要一張稀有的卡 譬如現在畫面這張噴火龍 如果是打比賽才有的 可能全球限量一萬張 那那些卡就會比較有技的價值 或者是色違噴火龍 雖然不是限量 但是它也是很難中 可能一兩箱才中一張 那種卡 我覺得都是可以拿去鑑定的 第二個條件 就是你一定是表面上 你自己肉眼已經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傷痕 並且你看圖好像沒有偏向哪邊 因為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開箱影片 你看到我已經是選了一些沒有肉眼傷痕的卡 但是呢 他們因為是專業的 他們是找到一些破賺 找到一些破損的位置出來 所以如果你自己肉眼已經看到一些損傷 一些什麼刮花了一點點 那你已經是不用下去鑑定了 你鑑完之後都是浪費錢 你看到因為現在Sandard 我記得一張卡是50美金 百五中四十大概三百多四百元一張 如果你本身卡的價值沒有千多二千元 你去用四百元去減 風險也是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始終減卡這件事 那個市場是不太大 你要找到一個收藏家 而一個高價買你這張卡 其實是那個難度挺高的 你可能放上eBay買半年一年才賣得出都不頂的 除非你用一個比較低價一點 或者用一個拍賣的方式在上面賣 那個速度就會快一點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我的BGS 拿卡去鑑定的過程和心得 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大家還記得按LIKE 和SHARE給你朋友的實體 還沒有加上門下地址 朋友按訂閱和訂閱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 還有影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今天我們下集結 delete 然後我們的樣子